HELLO 大家好,我是HINI 自從上次拍過整理房間的影片之後 我震驚了無數觀眾 因為沒人猜到我是個這麼暖的人 所以今天我們將這個系列延續下去 不整齊處女座整理房間系列 是不是會有這個hashtag的? 我今天就會幫衣櫃換櫃 因為看到天氣應該沒有回暖的跡象 只會越來越冷 夏天衣服就應該穿不到 就唯有要換櫃了 我真的很不喜歡收拾東西 但是無奈都要做的 上次我看到很多留言都是讚嘆 我的房間為什麼可以這麼暖 另外有一部分就是想看我整理衣櫃 大家都好像很好奇 所以今天既然要幫這個衣櫃換櫃 我就拍給大家看 一會兒打開的時候大家有一點心理準備 其實本身就沒有這麼暖的 但是因為現在裡面有夏天衣服 又有冬天衣服 所以情況是有點嚴峻的 我們現在開始了 跟大家簡介一下我的衣櫃 我這邊是雙門的 上面有條通可以掛到衣服 你們看到其實現在是關不上的 不過我很少開到這邊拿衣服 因為很少掛衣服 我常用的衣服通常都是摺的 所以我一季會開這邊的次數 應該不會多過10次 裡面的衣服全部都是銀洞 今天希望有時間收拾到它 如果沒有的話 我主工會在這邊單門的衣櫃 會有所有平日穿的衣服 內衣褲都在裡面 有四格的 我怎樣去換季的呢 就是通常衣櫃 這邊是當季的衣服 然後我就有很多這些很大型的衣箱 就會放在過季的衣服 所以我只要把一些夏天的衣服 全部搬出來 不要的捐到它 放在袋子裡 然後剩下明年 預計自己會穿的衣服 就放在這些衣箱裡 全部放在床底 裡面是一些冬天衣服 就會穿出來 因為我現在穿來穿去 這些衣服都是新買的 舊的衣服 全部都沒有拿出來的 所以今天就要進行這個大工程 要不要給大家幾秒鐘做心理準備呢 我要開衣櫃了 應該不會掉出來的 因為我每一天都會換衣服 所以是穩固的 但是應該都超乎大家想像的 大家在那裡想不想像到裡面是怎樣呢 其實我也有覺得不好意思的時候 原來 好啦 就是這樣啦 過了今天之後就會整齊了 相信我 現在這個情況是因為 兩季的衣服都在裡面 特別混亂 其實平時是有少許 少許條理在裡面 因為最頂這一格我會放下身 即是牛仔褲 或者一些半截裙 然後中間這一格 就會放我去街出街用的衣服 然後下面這一格 就會放我放狗 或者一些很隨便的衣服 最底就是我的底衣褲 和襪子之類 那... 好啦 這個大工程真的... 唉... 開始 那我現在就會把一箱的冬天衣 放在床上 然後就把夏天衣 摺進去 這樣就完成一次交替的儀式 大家看到我經常買新衣 千萬不要以為我是一個貪心忘舊 那些衣服過季就不要的人 其實這些這麼普通的背心 這一件我應該是穿了六年以上 但是我還是很喜歡它的剪裙 所以一直呢 我都是留下來 每一年都會繼續穿下去 這件衣服很搞笑 你看到這個很大的袋子 好像袋鼠一樣 是我朋友生完寶寶 他穿了 然後放寶寶進去 但寶寶越來越大 他沒用 那我就用來擺chopper 那所以呢... 是不是很有趣呢 那些衣服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跟我一樣的習慣 就是有些衣服自己很喜歡 但是你看到很小的 今年是穿不下的 但是呢... 一直都覺得自己有機會 可能會瘦到 可能穿得上 就會放進衣櫃那裡 誰知道等到整個季 都是穿不下 但是呢... 你看著他還是很喜歡 又會想可能下年穿得下 那現在就密密地放進箱子 明年可能密密地放進衣櫃那裡 就看看有沒有機會穿了 這件真的超漂亮的 但是其實它是同裝 所以何年何月 我會穿得下呢 我都不知道 我現在就清了一格了 那我就打算清多一格 因為那個箱子還有些位子 夏天衣服始終比較薄 那所以呢... 先清多一格 大家有沒有這些阿婆的睡褲呢 其實我有一條的 其實蠻好穿的 那這一格呢 通常我都是T恤比較多的 因為都是放狗啊 去一下郊遊的時候 就會穿得到的了 沒有摺好衣服的後果 就是這件衣服很潮 喂... 下來了 我要撿衣服啊 喂... 這裡... 喂... 下來了 唉... 你這樣我怎樣撿呢 我會一邊拿的 這衣服 我不管你的 你打算在我的衣櫃裏面做些什麼呢 你寫得出來沒有 我的衣櫃是不是很香噴噴 是不是很棒啊 那些衣服 喂... 快點出來吧 喂...不要咬我 快點出來啦 你看看... 我選了啦 你們總是說小狗很可愛 好了... 我現在就清空了這兩格 還有... 擺了一箱 所以我就把剛才的衣櫃 放出來 那些冬天衣 慢慢地收進去這兩格 這件衣服是不是很有節日氣氛 我超級喜歡啊 但我已經買了很多年了 去年買了很多厚的衣服 但穿不到 因為去年的天氣太熱了 今年就有希望了 我應該可以穿得到 厚的衣服我會放在裡面 因為可能穿得到的日子也不多 所以我會放在裡面 撿到一半我的打蝦貼模式 就開動了 所以我還是決定戴上口罩 繼續撿下去 大家有沒有看到 整齊的衣櫃慢慢形成出來了 我現在這兩格就完成了一大半 那我就要 哎呀 撿好上面這格 先把它射下來 然後把剛才的牛仔褲 或者半截裙 總之下身的東西就先搬上去 先把清空座這裡 我覺得這條片 是我拍了這麼多條片以來 最累的一條片 我真的很不喜歡 喜歡 上次台灣買的這條蜂衣 其實一定要掛在這裡 因為它實在太長了 所以呢 這個比較晚才算 通常在衣櫃裡面 我都會放一些令牧衣 更香的東西 例如一些很便宜的番茄 或者是一些香包 這一款是在台灣買的小瘡蘭 它是 它是JOMALONE的味道 那我就會 就這樣 放進去 衣櫃那裡 然後再 放一些衣服 那你拿出來穿的時候 就會有一股很香的味道 那呢 現在上面那層 最裡面呢 我就會放一些 長褲 那之後呢 我們旁邊會放一些 短的牛仔褲 是不是應該再貼好一點呢 好像很壓定 他們現在 然後在這裏 旁邊呢 就會放一些 半折裙 因為我冬天都 比較常穿一些 半折的東西 其實 我個人不太喜歡穿長褲 那呢 還有一點的 我剛才摺了一點 那現在就可以放上來了 那現在看下去呢 是不是整齊了很多呢 那我這裡就整理了大約 80% 那我現在就看一下床下底 但是呢 還有沒有多個箱 有沒有些衣服呢 是要搬出來的 那接著呢 就要搞定一些 內衣褲 水衣那裡呢 我就不特別拍出來給大家看了 那我是 用一些這樣 小小的小袋子 就放 一格放內衣 一格放底褲 一格放襪 那樣的 那如果襪那個呢 裡面就是一格格的 但是現在有點亂了 一會兒收拾好了呢 我再展示給大家看 那 真的很累啊 終於大功告成了 我的換季 現在可以收拾衣櫃呢 都七七八八了 那其實呢 今天都還是 沒有勇氣呢 去整理這一邊的 如果要整理這一邊的話呢 我想要多半日的時間 所以呢 所以呢 留下一次吧 我的心臟和體力 負荷不到一次過要整理這麼多東西 所以呢 我們今天就已經整理了 這道常用的衣櫃了 那就帶大家 參觀一下吧 現在最頂的一層呢 這邊就是一些短裙 短褲 或者是一些家居褲 後面就會是一些連身褲 長牛仔褲等等 那然後第二格呢 就會是一些常用的出街衣 比較漂亮一點 見朋友都可以穿到的衣 然後第三格 這裡就是一些比較厚的衣 你會看到爛衣在後面的 或者是一些比較隨便 平時放狗 一些卡通類型的衣 都會放在這裡的 然後最底一格 你會看到 就是有底褲 然後有些襪子 現在已經變回一格格了 雖然看上去 都可能跟你們的整齊 有一段距離 但對我來說已經足夠了 然後有些內衣褲 後面就是運動衣 和一些睡衣 沒錯 我終於完成了 好啦 今天就多謝大家陪我整理這個衣� 看了一條這麼家居的影片 希望你們喜歡這一類型的影片 還有 其實這樣可以督促到我去收拾一下東西 我覺得都是一件好事 雖然可能大家很驚嚇 或者很驚訝 為什麼我的東西可以混亂成這樣 但是 這個真的非常真實的我 還有 現在真的很累 原來每一次的換季 我都覺得 比行山做運動 那今天的影片 就來到這裡 如果大家也喜歡這類型的影片 記得按個讚和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上載兩條新影片 逢星期六月十三點 和星期日日十二點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掰掰